好的 接下来汤老师 跟大家预告一下 下周各生肖的整体运势 来 老师 我们来看一下6月10号 到6月16号 12生肖的整体运势如何 我们来看一下 生肖属猪属兔属羊的朋友 在运势上你得到了有四颗心 那好运在哪方面呢 就是事业顺利获得肯定 所以这个礼拜呢 由你的长辈 上师 长官 对你的所作所为都是赞誉有加 所以要好好的努力 好来看一下 如果生肖属虎属马属狗的朋友 在运势上你得到了有三颗心 在运势上表现就是 贵人提息 人脉宽广 所以结交好的朋友 可以让你的事业 财运 人脉通前脉 好来看一下我们运势的 这生肖属蛇 属鸡还有属牛的 运势呢只有得到一颗心 就我们蟹心 好 所以在运势上要特别注意 好运势为就是破财连连 这个礼拜呢可能花钱花比较多一点 可能有一些 需要你帮忙的一些人事物呢 你可能需要花钱 所以要特别注意的 来看一下生肖属猴 老鼠还有龙的朋友 在运势上呢 特别恭喜有五颗心 小甜甜 好 在哪方面呢 就是财新高少 陆葬皇帝 所以这一半呢 工作机会很多 可能会接到新的工作机会 还能到 把我把握一下 还能到 好 来看一下加码的部分呢 桃花最多就是我们生肖属虎的朋友 还有我们事业最好生肖属虎的朋友 以及我们财运最棒生肖属虎的朋友 恭喜咯 恭喜咯 谢谢老师 来 来 艾菲尔老师也跟大家预告 下周个星座的整体运势 来 老师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周的这个星座部分 请大家关心你的太阳以及上升星座 下周是6月10号到6月16号 首先公布两颗心的部分 要注意一下 是狮子座的朋友在这一周 是一个感情风波的一个现象 所以千万不能够吵架 夫妻不能吵架 情侣也不能吵架 巨蟹座的朋友也是两颗心 是失眠头痛的现象 要注意夏天还是要早点睡 两颗心的朋友还有谁呢 双子座的朋友请你注意 是破财比较明显 要少吃一点 东西不要乱埋 三颗心的朋友 运气稍微好一点点 牡羊座呢 是一个职场冷暖 感受特别多 有一点伴小孩的现象持续 三颗心的朋友还有谁呢 是摩羯座的朋友呢 是情侣头角 情侣千万不要再吵架了 三颗心的朋友还有谁呢 是天蝎座的朋友 是注意交通的问题 所以会因为交通关系而破财 四颗心的朋友运气越来越好了 是双宇座的朋友要恭喜你 感情回温 所以情侣会有复合的机会 四颗心的朋友要恭喜 水瓶座新欢出现 可以谈恋爱了 所以小甜甜恭喜你 新的桃花要出现了 四颗心的朋友还有谁 射手座的朋友要恭喜你 约会甜蜜 所以你们可以一起在 你们两个根本就是好像 王少伟的那个歌迷会的 谁会长 谁要约会长 对啊 好来 五颗心的朋友恭喜观众朋友 有谁呢 要恭喜的是天秤座的朋友 出差旅行并非常好 来 五颗心的朋友要恭喜 处女座的朋友是职场红人 我们小甜甜太阳星座在处女座 五颗心还要恭喜 金牛座的朋友是人才两得 再来加码的部分要恭喜 工作加码的部分是处女座 财运加码 我们要恭喜金牛座 以及爱情运加码 要恭喜的是射手座练星 哇 开心 大家别忘了 少伟也是射手座 对啊 好可惜哦 好棒哦 来来来 方老师数字测验未来的 我有意外之财吗 来 我们信息数字有 681 116 422 388 还有284 好 来 请选 谢谢 122 靠 干嘛 你干嘛选靠我 没关系啊 122 好 老师 284 好的 388 小和 116 681 这个意外之财呢 就表示就是说呢 你可能收入以外的财运 你有办法获得 也就是俗称的偏财运 来看一下如果选到我们284呢 有张胜书老师所选的 284呢 对啊 就是没有的意思啦 60分 老师呢把你的专业顾好呢 把你的正财做稳的话呢 自然就有财 那偏财呢 就不要再笑想了哦 这个月呢 有点白日梦的一种挂象 所以 没踏没宿跟中老师 真的 我一直在想 老师也没有贪什么偏财啊 我射手座 我射手座 哈哈哈哈 我射手座 对啊 比较白目一点 张老师 张老师当老师也40年了 为什么叫 你还叫老师 好好当好老师就好了 哈哈哈哈 你以为我 我没有这意思 没有礼貌到我极点 哈哈哈哈 没有 我一直说 除了张老师之外 观众朋友选到的话 还是要脚踏死地的意思啦 哈哈哈哈 还是要转一下这样子 好 来 如果选到388呢 由我们艾菲尔老师所选的呢 特别恭喜你哦 有小额收货击沙城 所以其实小有偏财啊 例如说买点乐透啊 或是呢 让你自己本身 对它统一发票呢 都有这些小额偏财的 一种迹象跟挂象哦 所以可以好好的把握 不要放弃任何一分机会 好 来看一下 如果选到116呢 现场由我们赌龄哥所选的 116 偏财不佳 略有亏损 其实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还有70分 代表说正财很好 代表说你的正业之财啊 甚至不动产啊 这些都很很稳固的 但是呢偏财以外的 这一个月也是没有的 就好好主持就好 哈哈哈哈 对 不用一直对发票就对了 真的 没错没错 不要太空想了 好 来看一下 如果选到我们的681呢 681有我们的靖纯姐所选的 非常恭喜你哦 谨慎投资有望获利哦 谢谢 对投资获利 那也是不要太贸然的行动啊 有时候投资还是要靠点智慧跟机运 但是呢还是有偏才 你现在是说 我没有智慧 没有 我没有这个意思 没这个意思 这手朵讲话真的很白目耶 干嘛 干嘛 有 我人中比较平一点啊 你还有人中吗 有啊 好 来看一下 我们千王呢 就是我们在场的两个来宾 谢欣跟小甜甜所选的 非常的恭喜你 你看 运气最棒的才远方式 很棒 天才很棒哦 所以两姐妹呢 真的是非常的棒 运气很好 所以赶快去投资一点偏财吧 嗯 谢谢老师 谢谢 运哥你说我们要祝福他们什么呢 就是有遗藏存之外啦 祝他 祝他 你愿意让给他啊 我不是 我真的不喜欢啊 不是 我各自 你 没事 没事 不用 我们都各自 如果他跟邵伟 结婚你包多少 六十万 五五六六六 六十万 我拿我留给你的遗产来包 什么 不是上去啦 怎么又上去40 那还是你拿去啊 不行啦 不行 你这人怎么那么贪啊 房子 还有你的房子要拿来啊 好啦 感谢你的收看 下次同一时间准收看 命运好玩 拜拜